前面我们介绍了呢 一般进口货物的晚蓄价格 包括呢 咱们的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以及进口货物的海关估价方法 下边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特殊进口货物的晚蓄价格 要求大家呢 要掌握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具体规定 第一个 运往境外修理 注意是什么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 运输工具或其他货物 出境时已向海关报名 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 复运进境的 以境外修理费和物料费为基础 审查确定的晚蓄价格 要注意是什么 运往境外修理的 你买的设备 现在出现损坏了 我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设备 运输工具其他货物 那么应该是呢 以境外的修理费和料件费 为基础审查确定的晚蓄价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 出境时已向海关报名 并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 复运进境 则是以什么 以境外加工费料件费 复运进境的运输费 运输及相关费和保险费 为基础审查确定的晚蓄价格 那么这里边大家要注意 对于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 那么你是呢 以加工费料件费和付运进境的运费 及相关费和保险费 作为呢 这个基础审查确定 那么你出境的那个运费 包括在内 不包括 第三 经海关批准暂时进行的货物 按一般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确定的 有完规定 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经海关批准暂时进行货物 那么也按一般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来确定了完税价格 那下边租赁方式进口货物 则是呢 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个 以租金方式对外支付的租赁价格 比如说每年我支付多少租金 那此时 那么在租赁期间 以海关审定的租金 作为完税价格 利息应当予以计入 这是以租金做呢 完税价格 下边这个留购物的租赁货物 我租完了之后 我留购 我买下来了 那么以海关审查确定的留购物价格 做完税价格 这是第二个 第三 成租人申请一次性交纳税款的 我一次交 那么可以选择按照进口货物 海关估价方法的呢 相关内容确定了完税价格 也就是说海关估价方法 有相同货物的呢 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类似货物呢 这个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有盗口价格 有计算价格 有合理估价方法 按照这五种方法 它将内容确定完税价格 或者按海关 审查确定的租金总额 做完税价格 这是呢 对于租赁方式进口货物 如何确定呢 它的完税价格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一个 留购的进口货样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 那么也就是说我进来的时候 我很可能呢 是一个货样 但是呢 我现在把它留购了 那么留购的进口货样 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 以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 做继续价格 这是呢 第五一个 第六 欲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 这个内容很重要 那你当时进来的时候 这货是这个免税进的 减免税进的 但现在呢 每一道减免税期限 又呢 改变用途了 要补税 那此时 它的完税价格 以海关审定的该货物 原进口时的价格 那么一 原进口时的价格 乘以 那么括号 一 那么减去申请补税时 以使用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按月计算 除以监管年限长12个月 也就是说 你使用了多少个月 那么你使用这个月份 我仍旧让你享受减免税 那么你没用的这段时间 我才让你呢 交税 那对于监管年限来讲 船舶飞机是8年 机动车是6年 其他货物是3年 那么监管年限 自货物进口 放行之日呢 开始计算 比如说 某单位免税进口的一架飞机 它的监管年限应该是8年 结果呢 它用了 比如说 35个月之后 它就呢 把它改变用途了 要交税了 怎么办 那就是你当时飞机 比如说5个亿 假设5个亿买的 那下面乘以 一减 35个月 除以96个月 那么 因为呢 你是8年 8年乘以呢 那么1年12个月嘛 那么这是96个月 所以你呢 35个月 这96个月之中呢 35个月 扔就享受免税 你剩下的咱们才交税 所以呢 是用原来你审定的进口值价格 乘以括号 1减 已使用的呢 月份数 除以呢 监管年限成12个月 这一时呢 咱们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 如何确定呢 完税价格 下边第七个 易货贸易 寄售 捐赠 赠送等等呢 不存在着成交价格进口货物 由海关与纳税呢 进行价格磋商后 按进口货物 海关估价方法的规定 去固定呢 完税价格 这是呢 由海关与纳税呢 进行价格磋商 那么按照呢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 相同类似呢 这个货物成交价格 估价方法 按照呢 倒扣价格的估价方法 按照呢 咱们的这种计算价格 估价方法 以及合理估价方法 来确定呢 它的完税价格 这是呢 第七个 第八个 进口呢 咱有专供数据处理设备 用软件的呢 戒指 那么什么叫戒指 我这个戒指 我这个盘等等 那么这里边 上面有软件 它是专供呢 这个数据处理设备 用软件的戒指 就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以戒指本身的价值 或成本为基础 审查确定的 完税价格 也就是含不含 这个软件费用 不含软件费用 这是呢 咱们的前提 那么哪个条件 第一 戒指本身的价值 或成本与所载软件价值分列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呢 对于戒指本身的价值 或成本 与所载软件价值 随没有分列 但是呢 那是能够提供 戒指本身的呢 价值或成本的证明文件 或能提供 所载软件价值的证明文件 换句话来讲 我的戒指和软件 我的价值或者单列 或者随没有单列 但我能够提供呢 两者之一的 这种价值或成本的证明文件 证明呢 他多少钱 他多少钱 但是下边 含有美术 摄影 声音 图像 影视 游戏 电子出版 我的戒指 不是用商务库规定 比如说 从国外进口的光盘 那么这光盘就是呢 隔代 或者是呢 咱们的呢 这种电影磁代 电影袋子 那么这时候 他直接就是卖的 他不是卖软件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直接呢 就按照货物的晚税价格来确定了 不按戒指的价格 这个这种方法来确定 因为呢 这种方法 是分别确定戒指和软件的价值 来计算大税的 这次呢 特殊进口货物的晚税价格如何确定 要求大家呢 要掌握 我们来看一道呢 单选题 某企业2023年3月 将一台账面原值80万 以提折旧38万的进口设备 用往境外修理 当月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呢 复运入境 经海关审定的境外修理费是4万 料件费12万 运费1万 假定该设备的进口关税税率 20% 则该起应纳的关税是多少 那么运往境外修理的 应该以 咱们的呢 修理费和料件费 做计算价格 所以修理费是4万 料件费是12万 因此是16万 乘20% 应该交3.2万 而不能加咱们的运费 注意 运往境外修理的 是以境外的修理费和料件费 做完税价格 而运往境外加工的 则是以加工费料件费 付运基金的费用 作为呢 完税价格 两者是不同的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第二个问题 前边第一个指点和第二个指点 都是针对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来做介绍 下边我们看第三个指点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要求大家要掌握 第一 以成交价格为基础 来确定的完税价格 那么对于呢 这种方法 是呢 由海关以该货物向境外销售的成交价 为基础来审查 确定的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那么这个价格 第一 包括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相关费用保险费 注意 它包括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费用 那么这是进口以起泄前的费用为准 一定要注意关键词 进口以起泄前的费用为准 那么出口以什么 出口以装载前的费用为准 以装载前的费用为准 这是呢 一个 包括后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 装载前的运输及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准 第一个 第二个 不包括出口关税税额 那这里边就不包括出口关税税额 什么意思 那也就是说 如果 它的价格里边 成交价里边含了出口关税 比如说出口价格是300万 它出口关税是10% 那么此时咱们要用300万 出于一加10% 把它呢换算成不含的 出口关税额的价格来寄税 也就是说 以离岸价 离岸价是free on board 那么它这个价格是含出口关税的 那么咱们要把出口关税给剔除出去 所以用离岸价出于一加出口关税税率 来计算的呢 这个价格做寄税依据 这不含出口关税额 下边不包括在后价款中单独列明的 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 装载后的运输及相关费用保险费 注意不包括 那么装载后的费用 什么意思 你在呢 中国的上海港 那么开始装载 那这时从你企业所在地到上海的运费 要包括进来 那下边从上海到国外的这份运费保费 不包括在出口货物的晚税价格之中 那么也就是说出口货物 以什么 以装载前的费用为准 而不是以装载后的费用为准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问题是什么 以成交价格为基础 审定的晚税价格 第一个 第二个 出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 咱们的进口货物 有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也有呢海关的这种估价方法 那么同样出口货物 也有海关估价方法 海关估价方法有哪些 当出口货物的成交价不能确定的时候 依次以下列价格审查确定 白货的晚税价格 仍旧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次序 注意呢 它的估价的次序 第一是什么 相同 第二是什么 类似 所以你看 第一 同时或大约同时 向同一个国家地区 出口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第二 同时或大约同时 向同一个国家或地区 出口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那么这叫什么 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第二个叫类似货物成交价格的估价方法 是不是一样的呀 对吧 第二个 第三 根据境内生产相同货物的成本 利润和一般费用 那么境内发生的运输及相关费用 保险费 计算所有的价格 那么扔就是以什么 以装载钱的费用为准 一定要注意 它以装载钱费用为准 依次按合理方法固定的价格 那么注意呢 无论是这个进口货物 还是呢 出口货物 它的呢 相同或类似货物呢 这种顾价方法中 都要求是同一国家地区 你向从同一国家地区进口 或者向同一国家地区出口 那么这个价格才能呢 作为它估价的基础 这是呢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出口货物呢 海关估价方法 对于呢 出口 我们来看呢 相同的题目 一道题 2018年的一道呢 多选题 下列各项税费中 应记录出口货物 晚一去价格的有 A 货物运作我国境内输出地点 装载钱的保险费 那么出口货物 以装载钱的费用为准 这应不应该记录 应该记录 B 货物运制我国境内输出地点 装载钱的运出费用 记不记录 记录 C 货物出口关税 记不记录 那么不含出口关税 如果含的话 咱们应该用离岸价 除以一家呢 出口关税税率 来把它转成了 不含税价格 也就是说 一定要除以一个比一大的数字 也就是说 用离岸价除以一家 出口关税率 来计算了 咱们的这个继续价格 这是选项C 货物出口关税 不包括在内 这样的 货架中单独列明的 货物运制我国境内输出地点 装载后的运出费用 装载后的运出费用 记不记录 这是不记录的 所以 那么应该记录呢 出口货物关税价格的 应该是选项A B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第一个 下边第二个是一道单选题 我国某公司 2023年3月 从国内甲港口 出口一匹矿石到国外 那么货物离岸价 180万 含错关税 那么怎么着 要180万 除以一家 出口关税税率 把它转成的 不含错关税价格 做完事价 那么其中 包括货物运底 甲港口装载前的 运输费10万 那么这10万 用不用扣出去 不用扣出去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你装载前的费用 要记住 出口货物的 完事价格 此外 甲港口到国外 目的港之间的 这个还需要 另行支付 保险费 那么运费 保险费呢 20万 这应不应该加上来 不加 因为这是 你装载后的费用 不加进来 下边 该矿石的 出口关税税率 20% 该公司出口矿石 应该交的 出口关税是多少 应该多少 180万 除以一家20% 那么 这是呢 他的计数价格 这计数价格 那么乘于20% 得到呢 他应纳的出口关税 应纳出口关税多少 应纳出口关税 应该是呢 这个 30万 所以 我们应该选答案 B 这里边 特别注意的是 出口货物的 关税价格 应包括货物 运至我国境内 输出地点 装载前的 运输及相关费用 保险费 但其中包含的 出口关税税额 应当的扣除 这是 包含的出口关税税额 应当扣除 那么 所以 咱们刚才用的是 180万 除以一家 出口关税率 你一定要出一个 比一大的数字 咱们才能把关税给剔出去 那么再乘于呢 这个关税税率 20% 得到应纳关税 30万 这是呢 咱们出口货物的 关税价格 那么 讲完了进口 讲完了进口 讲完了出口 其实应纳税额简单吗 讲完了完税价格 应纳税额的计算 非常简单 我们下边第四个指点 介绍应纳税的计算 要求大家呢 掌握 有四种计算方法 第一 从价计税 那就说 以 它的呢 这个完税价格 做计数依据 我国主要采用 从价税 那很简单 第二个 从量税 目前咱们国家 对原油 啤酒 胶卷 采用的 从量税的方式 第三 是复合税 目前咱们国家 对录像机 注意 第一个录像机 第二个放强机 第三 摄像机 第四 数字照相机 那么 第五 摄录一体机 那么咱们采用的是 复合税的方式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个 划准税 划准税呢 根据货物的 不同价格 是用不同的呢 税率依赖 特殊的呢 从价关税 那么什么叫 划准税 划准税呢 是这样子的 你进口的 关税完税价格越高 咱们呢 税率就越低 因为呢 你这边高 这边低 咱们维持 国内价格稳定 如果这边呢 完税价格低 我税率高 那么我呢 多挣点税 让它维持 国内价格稳定 这叫做 划准税 也就是说 完税价格高 咱们税率低 完税价格低 税率高 这叫做 划准税 那么对于呢 税的计算 对于关税 它有可能和 这个 进口环节的 增税消费税 国内的增税消费税 以及成建调税附加 结合在一起 来考计算问答题 所以我们做一个 小小总结 您最好拿个笔 跟我一起来花 好 货物从国外 到国内 那么首先 我在入境 那么这是我的关境 我在入境时 需要交哪些税 第一 需要交关税 第一个关税 第二个 属于消费时 增税范围 我要交消费税 第三 我要交增值税 那么首先 关税怎么办 关税 我们刚刚强调过 以什么 进口货物的关税 以 起泄钱的费用为准 所以你看 以 货物的买家 货家 加上起泄钱的费用 来确定 关税完税价格 如果运费或保费 无法确定 或未实际发生 运费 按运费率 也就货价加 同类同期的运费率 来确定 而保费 按货价加运费 两者之和的 千分之三 来确定 这是咱们的 第一个关税 那下边 咱们的消费税和增值税 消费税 它的组成继续价格 我们在第三章中讲过 应该是 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 那么如果是负荷集税的 还要加上消费税的定额税 你看 咱们这是负荷集税的 要加上消费税定额税 这三者之和 出于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来确定 如果是呢 比例税率的 则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 两者之和 出于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如果是 那么 从量定额征税的 啤酒 黄酒 成品 咱们则是怎么办 则应该呢 按 进口的数量 来征税 这是呢 一个 下边 这个 组成继续价格 既是 消费税的 组成继续价格 也是谁的 也是 增值税的 组成继续价格 好 我在 报关进口时 该叫的关税交了 该叫消费税 增税 该叫全交 还有可能考你 进口环节 应该交哪些税 紧接着 我就往国内运 国内运 这个过程中 有可能发生什么 运费 运费 我拿到了专票了 那么 我的境内运费 进项税额 是可以抵的 我到了企业所在地之后 我把它呢 用于国内生产 或者我没生产 我直接卖 都有可能啊 那此时 你在国内税到 第一个 要交增值税 增值税 那么 第一 交完增值税之后 咱们还要交 成年交易自家 那么这时候 要注意增值税 进口环节 你已经交的增值税 你在这个环节 已经交的增值税 咱们到国内 是可以抵的 符合抵抗条件 可以抵 第一个 第二个 境内的运费 是可以抵的 但境外运费 不能抵进一下 这在咱们的综合体里边 经常做一项 又来考核 一个 下边你要交的 成年交易自家呢 成年交易自家 叫做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那么进口环节 你交的增值消费税 不交成年交易自家 那么出口环节 退的增值消费税 不退 成年交易自家 那下边 还要注意 成年交易自家 咱们可以完美的将 进口环节的关税 消费者增值税 和国内的增值消费税 那么还有呢 它的成年交易自家 的交纳 结合在一起 来进行考核 下边呢 对于这个内容 我们呢 看几个相对题目 第一道题 2019年的一道单选题 随着进口货物价格的呢 由高至低 而由低至高 设置的关税税率 机能的关税是什么 价格高 税率低 价格低 税率高 那么这叫做滑准税 滑准税的目的 是为了维持 国内市场价格的稳定 所以这道题 我们选答案笔 这是第一道题 下边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道计算问答题 某市A厂厂 在2023年2月 进口预批高档化妆品 该批货在国内的买价 是120万 买价120万 够不够成 关税的完税价格的一部分 够成 下边货物运抵我国 关进前发的运输费 保险费和其他费用 分别是10万 6万 4万 那么这10万 6万 4万 要不要做关税完税价格 做 因为呢 他以起泄钱的费用为准 所以这是120万 加上10万 加6万 加4万 那么这一共是140万 下边 货物曝光后 该商场按规定 交纳了进口环节增税消费税 并取得了海关开具的呢 交换书 那下边 从海关将该批高档化妆品 运往商场所在地 取得运费钻票 那么著名运费5万 增税0.4万 那么这0.4万 可不可以抵金项 可以抵金项 该批化妆品 当月在国内全部销售 取得不含税的销售额 520万 那这520万 乘于13% 咱们要计算 销下税额 那么他在报关进口时 做交纳增税 是可以抵的 其他相关资料 假定化妆品的进口关税率 20% 消费税率15% 要求按序号回答问题 每问需要计算出 和计数 我们来计算一下 首先第一问 计算该批化妆品 计算该批化妆品 进口环节 应交的消费税 咱们应该先算什么 组成计税价格 这是个从价定律 征消费税的 它的组成计率价格 是关税完税价格 140万 加关税28万 除以一减消费税的 比例税率 计算出 它的组成计率价格 是197.6万 那么我下边算消费税 197.6万 乘以15% 应该交29.65万 问大家 这时候可不可以验算 可以吗 怎么验算 我们应该用 140万的 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 加上呢 进口环节消费税 也就是29.65万 那么这三者 数字字合 看看它等不等于 咱们的组成计率价格 等于 说明算对了 不等 说明算错了 等不等 等于 说明算对了 那这个内容 其实相当于 在复习我们的第三章 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下边 第三个问题 计算该批化妆品 进口环节 应交纳增税 它的增税的技术价格 应该与消费率的技术价格 是相等的 所以是 197.65万 乘以13% 计算出 进口环节 应纳增税 是25.69万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个 计算 国内销售环节 应交纳增税 国内销售环节 不含增税售价 是520万 消费税额 520万 乘13% 减去 咱们的国内运费的进项 0.45万 减去 你报关进口时 以交付增税 25.69万 所以计算出 国内销售环节 应纳增税 是41.46万 那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将增值税 消费税 关税 结合在一起 进行考试这道题目 所以它会结合到 咱们的呢 教材的第二章 第三章 和第七章内容 来进行考核 那下边你看呢 紧接着第五文 计算该起 2023年2月份 应交纳的成件 交易复加和地方 交易复加 那么这要考核什么 我们在上一张 我们在上一张刚刚讲到的 这个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所以你进口环节 交的增值消费税 不交成件 出口环节 退的呢 增值消费税 也不退呢 成件 因此 该起应纳的成件 及交易费复加 应该是呢 41.46万 这是咱们在国内交的呢 增值税 那么乘于 7%的成件 加3%的交易复加 加2%的地方交易复加 应该交4.98万 那么它完美的 将第二章的增值税 第三章的消费税 第六章的成件 交易费复加 和第七章的关税 结合在一起 这类题目 大家呢 要多加注意 这是第二个呢 题目 第三个题目 是一道计算问答题 某外国公司 驻华机构 在2023年2月 进口一辆小汽车 自用 该小汽车 在国外的买价 135万 那么这叫什么 这叫做超豪华小汽车 一定要注意 这叫超豪华小汽车 为什么呀 它的买价 都已经135万了 那么你想想 它在进口环节的 完税价格 或者是呢 它进口之后 在国内销售的零售价 肯定是大于130万的 那么这叫做超豪华小汽车 那么它买的这辆车 进口这辆车 要怎么办 要自用 那么所以就会出现在 在报关进口时 它既要交进口环节消费税 也要交咱们的进口自用 适同零售环节的 这一道消费税 这是呢 大家马上应该反应过来的一个问题 货物运笛我国 关键前发的运费 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等等 一共3万 那么因此 它的关税完税价格 是135万 加3万 一共是138万 假定该小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 30% 进口环节消费税是25% 没告诉你进口自用的消费税 那你还记得吗 进口自用的消费税是10% 它和咱们的超豪小汽车 零售环节的消费税率是一样的 是10% 要求按序号回答下来的问题 每问需要计算出和计数 那么来算一算 第一个 计算该小汽车进口环节应交的关税 它进口环节应该交的关税 先算关税完税价格是138万 那么第二个 应该交的关税138万乘30% 是41.4万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计算进口环节应交的消费税 应该交消费税 那么它是将进口环节和零售环节 它相当于把零售环节 让它进口自用 相当于把零售环节 那么合二为一了 所以呢环节合一 税率也合一 因此它的税率就变成了25% 加10% 那么因此它的组成计算价格 等于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 那么138万加41.4万 那么下边除以一减消费税率 这个消费税率25% 是进口环节的消费税率 那么10%是零售 超豪豪小汽车 零售环节的消费税率 因为它进口自用相当于把进口和零售两个环节合一 环节合一 税率合一 因此这是25%加10% 那么计算出它的组成计价格276万 那么下边它进口自用应大消费税276万乘于25%加10% 那么等于96.6万能不能验算能用关税完税价格138万 加上关税41.4万 那么再加上进口环节交的消费税96.6万 那么加在一起等于276万 说明咱们算对了 这是咱们进口环节应该交的消费税 那下边进口环节应该交的增值税率是多少 应该是276万乘13% 也就是说它的进口的消费率的组成计数价格和增值的组成计数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是276万乘于13% 咱们应该是35.88万 那么这35.88万可以作为它国内的进项税额来进行抵抗 这是呢第三问 第四问 大家可以看 那么计算该机构应该交的车辆购置税 大家说老师车辆购置我们还没学呢 没错咱们还没学呢 但是呢到车辆购置税呢 再讲这个内容就有点头重脚轻了 所以我们在关税这个位置来给大家讲 那么进口自用 它应该交车辆购置税 它的组税价格和你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它的组税价格是一样的 是276万乘以车辆购置税的税率10% 计算出英纳的车辆购置税是276万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它可以在进口环节将进口环节的关税增值消费税 那么以及呢国内的增值税 还有呢以进口自用轿车 它的车辆购置税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考核 这是呢我们所介绍的这个英纳税额的计算 这是咱们的呢第四个呢知识点 下面第五知识点 实际上这个知识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税收政策 我们是将呢咱们的第二章增值税的政策 第二章的增值税政策和咱们的本章所讲的 第七章的关税的政策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的讲解的 我们在第二章也说过这个问题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问题 那么它的数据范围是从其他国家或地区 进口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范围内的 以下商品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水贸政策 那么第一个所有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交易能够实现三单比对那三单 交易支付物流电子信息三单比对的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进口商品 那么注意它的这个三单比对是证明你真正是从国外买进来的 那么交易支付物流电子信息三单比对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大家你可以在京东也好或者在淘宝的平台上 它都有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买个迪奥的口红 你比如说你买个国外的某知名品牌的包包 你都可以在这个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这个清单里边来买 那么通过这些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来交易 那这是呢一个那那时候适用的政策就和咱们下边要讲政策是一样的 这第一个第二个 未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 但快递邮政企业能够统一提供交易支付物流等电子信息 那么这三单仍旧要求交易支付物流电子信息三单呢要比对 并承诺承担呢相应法律责任 进境的呢跨境电子商务呢零售进口商品 那这是呢咱们的跨境电子商务呢零售进口 它要求有一个三单比对 是交易支付物流电子信息的三单比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谁是那谁 那你去京东国际你去买一下 他的化妆品你去试一试 谁是那谁 谁买谁是呢 那谁 所以呢那谁一定要注意 是购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 谁买谁是呢 那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扣掉诱人 是电子商务企业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或物流企业 你在京东国际淘宝国际中 你去买这些东西 那么他是扣掉诱人 他有给你单列 我这东西多少钱 然后下边你要负担多少税费的 你要交多少税费 那么这是购买方是纳售 电子商务企业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 或物流企业 是扣掉诱人 分清谁是纳售 谁是扣掉诱人 下边他的税收政策是什么样的 他的税收政策是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是人民币五千 注意单次交易限值人民币五千 个人年度交易限值是人民币两万六 注意你一次买五千 那么年度两万六 在这个限值以内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咱们是可以通过这种渠道来进来的 那下边他什么政策 关税税率暂设为零 你能够省什么 省关税 看到了吗 关税税率暂设为零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能不能省增税消费税 不能 那么进口环节增税消费税 再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 注意按法定税额的70%征 所以呢 您在那个买的时候 你可以算算 你要的税收对不对 是关税零 那么进口环节的增税消费税 按法定税额的70%征 注意笔值70% 下边呢 咱们要注意 管税价格超过五千元的单次交易限值 但低于两万六的年度交易限值 且订单下仅一件商品时 可以自跨境电商零售渠道进口 什么意思 你的进口和你的税收是两个概念 我呢 这个金额单次的金额比较大 但是呢 他没超过年度限值 而且这个订单下就一件商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可以通过跨境电商零售渠道进口的 但是你能不能享受跨境电商的需求政策 不能 你得按规定交 关税 你得按规定交 增税消费税 增税消费税不能打七折了 关税呢不能暂设为零了 是这么样的概念 但你可以自这个渠道进口 下边按货物呢 税率全额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收消费税 看到了吗 我可以在这渠道进口 但是该怎么交税怎么交税 不能打折 也不能说关税税率暂设为零 这一个 下边 他的呢 这个交易额记录年度交易额 但年度交易总额超过年度限制的 按一般贸易管理 看到了吗 年度交易总额超过年度限制的 咱们就按一般贸易 这是咱们的税收政策 下边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自海关放行至即三日之内退货的 我产品有瑕疵 我退了 那此时申请退税 并相应调整个人年度交易总额 这是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 关税增税消费税 那么单次限制5000年度26000 限制内的咱们是这个 关税暂设为零 增税消费税是打7折算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来我们看下一个题目 第一道题 2017年的多选题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按照货物征收关税 下列企业可以作为代收代脚 义务人的油 那么谁能做代收代脚义务人 有物流企业 电子商务企业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 有没有生产企业 没有生产企业 所以我们选答案 A B D 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2021年的一道多选题 一道题目是 2021年1月 李先生通过于海关联网的 假电子商务平台 购买列入跨境电子商务 进口零售进口商品清单中的 配方奶粉 该笔交易付款3000元 本月未发生其他交易 针对该笔交易的说法 正确的用 这是1月份发生的 说明他单次交易限制 没超5000年度交易限制 没超过26000呢 那么针对这笔交易 说法正确的 应该是关税税率是零 对不对 这是正确的 因为你没有超过 这个单次限制5000年度限制 26000的跨境电子商务 零进口零售商品 那么咱们应该是关税是零 那么下边纳税是假电子商务平台 错 应该纳税是谁 纳税是李先生 谁买 这是纳税 电子商务平台 只是扣交诱人 那么这次选项B 错了 它是代收代交诱人的 那么选项C 进口环节增税 按法定应当税额的70%计算 对不对 法定税额的70%算 选项B 海关核定的关税是错的 因为关税是零的 因此正确的是选项AC 这里边 复习两句最关键的话 第一 购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 做纳税人 电子商务企业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或物流企业作为代收代交诱人 第一个 第二句话是什么 第二句话是 那么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 是五千 那么年度交易限值 两万六 那么在这以内 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关税势率暂设为零 所以选项A正确 将递错误 那么进口环节增税消费税 按法定的应当税额 70%成熟 所以选项C正确 我们选答案 AC 这是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税收政策 大家要掌握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第三节 关税与完税价格和应当时额计算 在整个呢 这个第七章中 第三节是最重要的一节内容 大家要掌握